陳建仁議員 我們都非常肯定 也非常心疼 也心存感恩 謝謝第一線上 食安的所有的 積查人員 所以剛剛我聽到 院長能夠議政延遲的 第一個 為了維護這些 積查人員的尊嚴 我們肯定他 為了維護這些積查人員 我們感謝他的辛苦 院長的態度是對的 因為我們不能接受 有人類似挑撥離間的說法 這是剛剛院長所講的 我們肯定第一線積查人員的辛苦 我們完全肯定他們 也跟他們一起合作 我們一起合作嘛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守護國人的食安 所以在肯定第一線的 積查人員的時候 我們真的知道他們辛苦 過年的時候還不斷的在 在加班機場 但是同樣的 就是為了食安 我們必須要接受 科學的驗證 因為院長還有所有的 食安機場人員 所有的專業人員 也都知道 食安是科學的 我們科學的驗證 是大家必須要有 用專業去面對 所以真的不要 用一些情緒性的 或者是一些 不夠科學證據 不是那麼充分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的 委員的一個發言 都沒有讓院長好好的說清楚 我覺得食安 再講一次 第一個 中央地方只有一個目標 維護國人的食安 第二個 要維護食安 只要一旦有相關 類似食安事件發生的時候 溯源真相 讓人民安心 這個才是重點嗎 院長同不同意 我完全同意 確實這個整個食安 我們中央跟地方密切合作 而食安人員相當的辛勞 那這個事件呢 是台中市在做決策的時候 應該要更加的作嚴 我剛才早上也曾經講過 因為他檢驗的濃度相當的低 而且只有一個樣本 所以呢 應該要在做決策的時候 應該更謹慎一點 來避免恐慌 舉個例子 像豬籠啊 或者是台塘 就因此而有很大的損失 所以院長我們再來講一下 你剛剛講的 我們食安五環 這是我們2016執政之後 勇於面對積極的去建立這樣的 食安五環的一個制度 好 那針對剛剛這個案件 所謂大家在關協台塘梅花肉事件 就如同剛剛院長你講的嘛 台中市政府 到底他檢驗了之後 他在這個 所謂的從 養 屠宰 分裝 到 市場上 市面上 這每一個環節 院長 你知道台中市政府 在通報的時候 有沒有告訴中央說 這些他都有去檢驗過嗎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嘛對不對 他通報中央的時候 也沒有交代這整個過程 而且台中市政府在 2月2號公佈的時候 也沒有相關這樣子的資訊 讓國人知道對不對院長 對 確實當時 只是公佈說 台糖的一塊豬肉 驗出來 對 就只有這樣 沒有任何的查核 沒有任何的查核 那所以今天我們 事實上應該給院長時間 而且我看院長從早上到現在 不斷的在告訴國人 不斷的在告訴各位委員說 我們中央一旦知道 2月2號收到通報之後 我們趕快去溯源 我們去驗飼料 飼料 飼料那邊沒有 我們也去驗屠宰分裝 有沒有 也說沒有 那甚至呢 我們要求跟各地方政府 聯手積查 我們希望台糖這個同批的肉品裡面 我們抽樣的檢查到現在 剛剛我們收到的報告是 八百多件 將近九百件 是零檢出的對不對院長 對 完全檢不出來 所以我就要請教院長 這個就是社會的質疑嘛 為什麼台中市政府 1月45號抽檢 2月2號公佈 而這中間半個多月 兩個禮拜的時間 剛剛我們聽到院長說 中央不知道台中市政府 到底有沒有去溯源 比如說去抽驗飼料 比如說去看這個 屠宰的這個分裝的一個場域 有沒有再去市面上去抽 台糖這一個梅花肉 同批的肉品 好像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沒有看到台中市政府有交代 那這半個多月的時間 院長你覺得 因為我們第一個 呃 台中市政府沒有讓台糖 申請復驗這個程序 第二個 也沒讓中央知道 那它相關復驗的 就是說 它從溯源的這個相關復驗的檢驗程序 它也都沒有清楚交代 那院長這件事給我們什麼啟示 我們中央地方應該還要怎麼精進 讓食安能夠更安全更讓人民放行 我想在這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齁 在 呃台中市政府這個檢驗齁 它為什麼會拖這麼多時間呢 說實在話 它因為它只有採了一個樣品 那個樣品檢驗出來以後 它發現啊 有西布特羅 在前面那一段 然後呢 它就後來又把那一塊肉 再切一塊 然後再來做 然後呢 又發現 那實際上 來來去去 都是只針對著一塊肉 在那邊做檢驗齁 那沒有去想到說 同一批 的這個 豬肉呢 也需要再去採檢齁 那這個檢驗出來的 濃度很低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 啊 去再尋求更多的 這一個 呃 互相的 復驗的部分 所以未來呢 在整個的這個程序當中 齁 我們會再跟 我剛才也答應 呃 吳思耀委員齁 我們中央跟地方齁 一起再合作 怎麼樣把這個檢驗的過程齁 來SOP呢 做得更完整一點 讓地方政府也知道說 在公佈這個事實之前呢 特別是很低計量的時候 應該要做到什麼的程度 然後呢 也應該要跟這個廠商這邊 要有所了解以後 才來做公佈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導致 我們就要更精準的說 而是說 在我們整個實案的相關的法規 或者是實驗抽樣的相關的規範裡面 SOP SOP 我們中央地方 應該要好好的來做下來 檢討面對 如何讓它精進 因為我不希望有下一次 有同樣的事情來發生 但是呢 這個精進 是為了讓國人安心跟放心 也為了要維護其他受影響的 譬如說豬農 譬如說肉品市場相關的產業 我們也是為了要維護他們的這個權益 對 我覺得這個是要方方面面 真的是要直直細細的 中央地方大家要聯手 這個不是在搶公 這個也不是 在說 食安 有英雄主義 食安沒有英雄主義 食安只有團隊的精神 大家一起合作為國人把關 院長你同不同意 我們只要團結一心 中央地方一起合作 還有呢 公司呢 一定要協力 那這樣才能夠把這個食安的部分 做到最好 所以院長 那如果現在 以現在目前 看到目前 還有所有 顯現的這個證據 還有你們抽驗 包括各地方政府都抽驗檢查了 結果都是零檢出的情況之下 我記得院長在2月20號 有說台中的天選之肉 這個個案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個案 那盧市長也說 這是一個單純的個案 那 院長你覺得 這是一個什麼個單純法 單純的意思就是說 只有一塊豬肉 到目前為止 只有一塊豬肉 檢驗出來 有西部特羅 而且是只有 在台中市這裡檢驗得到 那這個是單一個案 也就是說 其他的豬肉 都沒有受到影響 所以民眾可以放心的使用 那我相信 台中市政府也找不到任何的市政 要去說 這不是單一事件 因為他們 如果是單一事件就很重要了 為什麼這個單一事件會發生 在台中市市政府的檢驗室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去了解 發生在台中市政府的檢驗室裡面的原因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專家委員會 來特別針對著這個實驗室 因為是在這個實驗室裡面檢驗到 去看看不同的實驗的這個步驟操作的情況 是哪個環節出錯啦 對 是在哪一個環節出錯 因為 其他的實驗室都驗不出來 就只有他的實驗室驗得出來 而且那個實驗室又剛好 是去有西布特羅的成分在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食安 為了要精進檢驗的方法操作的步驟 然後呢 要所有的這個 復驗的情況都能夠做得很好 所以才會去做這個實驗室的調查 那我覺得 台中市政府 既然他認為是單一的事件 這個單一事件是在實驗室 他也應該在針對實驗室 來做更更精確的這個了解 他也應該要針對實驗室裡面 在實驗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哪個環節出錯 台中市政府也必須對這件事情 給個交代 就如同我剛剛一開始問院長的 其實1月15號到2月2號 這中間裡面 即使那一塊肉在那個實驗室 不管是檢驗了6次、7次、10次、22次 那雖然檢驗室是有那個微量的劑量在 但是呢 我們其他的實驗室 或者是同批的肉品 通通在其他縣市也都沒有檢出 那所以台中市也必須清楚的給國人一個 為什麼他撿得出來 為什麼嘛對不對 對 為什麼他撿得出來 而且我覺得可能我要再提醒我們中央 剛剛有其他委員一直在指稱 而國防部在那個台中福利站 那個同批的這個肉品都已經賣出了 好像說那些賣出了就已經流入市面 但是呢 院長 部長他們都在這裡 同批的肉品賣出的那一批的肉品不代表 就是跟受到檢驗的那一個實驗室的那一盒梅花豬肉片 是同一批的肉品 因為我們有溯源制度 事實上是要根據他核上的溯源 才能夠知道說 跟他這一個受檢驗 有微量西部特羅的這一盒肉 同肉品的 肉品在哪裡 其實是透過溯源系統對不對 對 要同溯源系統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講清楚喔 不然呢很多人或是一般人不懂的話 就會被似是而非而混淆了 所以 農業部部長還有經濟部部長 你知道我在說的邏輯是什麼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再清楚說一下 我想特別說明一下 譚東智政我所取的這40個樣品齁 他是在同一天在不同的地區去取樣 那針對這個同一批的部分 同一批的部分大概只有兩個 一個是梅花肉一個是小排的部分 所以他的梅花肉這個樣品 檢測出來西部特羅這個樣品 就是那一盒那一塊肉 那後續他做檢驗的時候 都是在這一塊肉裡面 重複去做這些相關的一個檢測 那基本上在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 檢測的邏輯上面來 如果他的檢測的量是非常低的時候 應該去尋求前後批或者是同批的 其他不同的透過履歷追蹤 其他不同的同品項產品再去做確認 這樣的話會是比較嚴謹的 比較嚴謹又完成是不是 而且才能夠最後最後才能下結論來確認 對不對 甚至呢在通報中央的時候 也必須跟中央聯手再確認 再確認再確認再確認 透過不同的這個 也許是不同的實驗室 那同樣的一個檢驗的SOP 精準的得到一個結果 再來公佈 是不是才是比較嚴謹的做法 對我們未來 可能還是要跟地方合作 把這個SOP建立好 像委員所建立的一樣 如果他們檢驗出什麼東西的話 也來通報中央 中央也來幫忙做這個 double check 或者更完整的來把這個資料呈現出來 那我再請問院長 我剛剛講的1月15號到2月2號 他們兩個禮拜 自己在那裡做確認 那沒有通報中央 那我們在相關的法規的SOP上面 有沒有其他的規範 或是以後可以精進有更嚴謹的規範 就是說我們也許可以怎麼來協助地方 或者是能讓這個 這個抽驗的這個結果 能夠精準再來公佈 目前是沒有完整的規範 所以我們會在這個部分 像委員所建立的話 在實驗室操作準則 還有那個通報 然後來複驗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精進 好 那所以我再提醒一次 很多委員拿了說 所謂已經流入市面的 什麼那些幾千包的這個肉品 可能就是那個破口 我覺得這個行政院中央 我們基於科學的這個依據 我覺得要講清楚 這個一定要講清楚 不要造成民心的這個不安 那個委員 那個委員 我剛才講的時候有一點點 比較 講的比較 大聲一點 那實際上我們所有的食品的抽樣 只要樣本數 大於30的時候 實際上它就具有代表性 這就是一般的食安檢查的時候 就用抽樣來檢查 那沒有一個食安的檢查 是要做百分之百的 這個是不合科學根據的 也不合統計學的理論根據的 所以院長我覺得在面對任何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用簡單直白 讓人家聽得懂的話語來解釋 像剛剛我們的一番討論 我覺得就會讓人家更清楚的明白說 中央是有誠意 而且中央是負責任的在維護國人的食安 對不對 最後10秒 我只有兩件事 今天 受這個影響叫台糖是國營試驗 如果換作其他的 私人民間企業可能就撐不住了 這個這件事情我覺得應該要有研議 要做 謝謝何委員心存的諮詢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 第13號李委員燕秀的諮詢 謝謝